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美国明年经济大崩盘的预言 我们上次做预言类的视频还是在22年 当时我们研究了印度神童阿南德的预言 说是咱们的比特币会在一年半之后 也就是23年9月份迎来牛市启动 这预言到今天可谓是精准无比 最近有一个预言家非常的出名 因为他精准的预言了特朗普遇刺 他这个预言是在4月14号做的 他在预言里面描述三个月后特朗普怎么中弹的 耳朵怎么被击中了脸上怎么流的血 他都描述的清清楚楚 并且他说是上帝让他看到了这些 他本人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预言精准命中而名声大噪 但是这只是他预言的前半段 他预言的后半段更加可怕 因为他后半段说了他看到 真的会变成这样吗 那真的会像他所说美国在川普的带领下走向经济崩盘 世界一片爱好真的会是这样吗 关于这个问题经过咱们团队的深度研究 这事还真的有可能 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他的预言里 他说上帝让他看到川普坐在一个椭圆形的办公室里 无助的把脸这样捂起来 外面的世界一片爱好一片末日景象 那难道真的像他说的这样 美国的经济崩盘马上就要来了吗 比08年还严重的经济灾难真的要降临了吗 那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从激进的川普说起 7月15号呢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凭借他超高的人气和这个未遂刺杀 树立了他的英雄形象 不仅轻松的获得了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还正式宣布了自己的竞选搭档 副总统的候选人万斯 年轻时候的万斯呢 其实一直在反对特朗普 他是特朗普最大的反对者 但是呢他在2018年之后变了 他快狂热的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什么是美国优先政策 简单来说呢 就是通过高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 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 促进美国经济安全 并且打击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里面特别就是中国的制造业 说到这儿呢 大家其实应该能多少想起来 在四年之前 川普还在担任总统的时候 他的政治方针嘛 他主要强调呢 要跟中国打着贸易战 他认为呢 中国呢是美国最强大的对手 2018年3月 特朗普宣称 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将根据美国国内的301条条管 对500亿美金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那这500亿呢只是个开始啊 同年8月份在随后的第二轮贸易战中 川普呢又对价值2000亿美金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了25%的关税 19年8月份啊 川普又向 剩余的30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 加征了15%的关税 总共算下来 川普一共向55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 别看他关税涨得这么疯狂啊 一下子就加25% 那川普总统加关税这个事呢 并不是毫无征兆啊 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呢 从在2016年他大选的时候就表示 也就是100块的商品啊 他要征45块的税啊 虽然最终呢在任期里 他执行的时候是打了折口啊 加了25% 但是这25的关税 已经创下了贸易战的历史记录 那他为什么发动这样的一个贸易战 那明显呢 就是为了维护他的选票 还有他心目中的那个美国第一原则 他可以挑起任何无底线的贸易战 就是要和这些商品出口国对抗 他才不管局势会发生什么样 也不去预测市场到底可不可控 他要做的呢 就是一切以美国发展为核心 希望呢美国制造业回流 以及促进美国自己的经济安全 商品呢都留给自己家企业生产 钱都留给自己家企业赚 那这样的一个措施呢 不仅是外面杀敌一百啊 自己呢也是损失惨重 贸易战给美国本身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那进口商品呢 关税升高 那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升高 从而进一步带来了美国国内的物价上涨啊 进一步又推动了美国的通胀啊 再加上后面呢 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因为疫情又大量放了水 让美国的通胀呢 来了个WQ 那通胀抑制不住了 才有了我们20年开始的加息周期 加息周期里面也稍带手带崩了几个美国的银行 是吧 所以说这就是特朗普当年的贸易战 也是他非常重要的政治核心之一 那既然上一次他都已经做到如此地步了 那这次竞选他又怎样了呢 这次竞选他其实更过分 而他提出了 他要加收60%的关税 所以说如果这次特朗普顺利当选 一场规模巨大的全球贸易战无可避免 这贸易战一开打 美国新轮的物价上升 新轮的通胀呢 也无法避免 好的 说完了第一个特朗普的政治纲领 那再来说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减税啊 减税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你要知道 他在他的上一个任期里面 他将企业的所得税 从最高35下调到了21 不仅企业那边他降 个人所得税他也降 那今年的竞选的演讲里面 他还宣称 他说我这次上台之后我还降 我把企业的税呢 我甚至降到15% 之前的21都不够 我还降 那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那随着川普这边的减税 那美国政府的收入呢 也要大打折扣 要知道 美国现在的债务情况呢 是非常的不乐观的 债务规模非常大 GDP的增速又跟不上 这边又减税 政府收入又变少 那政府开支不会少呀 那国防开支 福利开支 你能削减吗 你削减福利开支 老百姓还认你吗 所以说政府会面临缺钱的境地 那缺钱怎么办呢 那只能继续发债呀 所以说我们可以预见得到 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的国债规模呢 会进一步扩大 好那国债规模扩大 利息也变多 利息还不上怎么办呢 那第三条 就是必须降息 那其实关于降息这个事 特朗普呢 最近已经开始公开喊话 鲍威尔了 他说呀 在我上任之前呢 你不许降息 你要等着我 那鲍威尔呢 大概率也会执行 毕竟呢 特朗普呢 现在是呼声最高 极有可能成为他的新老板 新老板说话 还是有点分量的 对吧 当然呢 咱们也都知道 美联储表面上 是有他的独立性的是吧 但是他独立性再大呢 毕竟人家是一家人是吧 那川普上台之后呢 大幅降低利息 从而市场环境宽松 刺激美国经济的短期增长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降息之后 可以让这美债的利息成本呢 下降 这样对特朗普来说呢 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对美国的经济不好啊 想想这相当于高关税 加上发债 加上降息 这是通货膨胀的 Triple Q 所以说接下来 美国的物价和美元的未来呢 就让人家一把汗 这物价呢 是很难降下来了 虽然呢 特朗普之前还承诺过 还要降低物价 但是你降低利率呢 你就是加印钞票 你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呢 又会直接让物价上涨 更别提你有不断膨胀的 这个政府开支 等等等等 一系列都会加剧你物价的上涨 这Triple Q 一套连招下来 这物价还能下降 我认为概率几乎不可能 所以说推演下来 大家应该感受到了 川普呢 能够让美国的经济呢 短期取得不错的增长啊 那这个代价呢 也非常惨重啊 是所有的 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国 以及美国全体消费者 还有美国长期的财政健康 那这么一算呢 他如果继续当选呢 大部分的美国人呢 注定是输家 那大部分的其他国家呢 也注定是输家 只有一些跟他捐过款的企业 或者一些 原本交着大量所得税的企业 才能是赢家 除此之外呢 大部分人都要受到牵连 那这么推演下去呢 其实Brandon的预言呢 真有可能会发生 8、9、10月份呢 特朗普到处演讲啊 通过嘴巴制造热点 让经济有所回暖 9月份呢 议席会议开启 美联储降息 释放一定的流动性 10月份大选结束 特朗普上台 提高关税 物价上涨 12月份又降息 那美国的经济呢 很有可能过了12月份之后 来一个大崩盘 那这样呢 这个预言呢 就真的发生了 当然了 大票是不希望这个预言发生的啊 咱也不是追求玄学和迷信啊 这只是一个玄学给我们的大胆假设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小心论证 并且适当的规避风险 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延展一下 这个预言里面提到的其他事情 预言里说了 大量的泡沫破裂会发生在10月份 但是真正的崩盘显现出来呢 发生在冬天啊 可能是1月份 What about the four oak trees What does that mean I believe it means 4 years of an economic down turn bad and it will take that time frame for things to get better I said the first year came on suddenly and people did not expect it and I saw their faces they had dirt on them they look dirty they look like the children that you see pictures of in the depression they look their clothes look dingy toward the two middle years and I saw people really struggling in those two the first year was bad the second year was bad the third year was bad and things started to turn around into the fourth year they started coming out of it 这个萧条呢 要维持三年 第四年呢 才开始逐渐复苏 I saw there was no financial borders that's a better way to say it no financial borders I never saw no borders like you were able to come into mexico and everybody else with no security I saw no financial borders and they created a one currency between them to try to combat the bricks combat combat the bricks nations okay because they were strong and they were trying to thrive without america and and he created a mexico canada currency he signed contracts they created their own thing that's how they were trying to salvage what they could england and Germany France all of europe join in with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bricks is going to take over and be the the super hub of the world they're going to have their oil they're going to do it with saudi arabia I'm warning you all and hope you're listening saudi arabia china china japan russia all of the middle east will all follow the bricks nations venezuela will follow the bricks nations africa will join up with the bricks nations all of it egypt all of it it will all join there and eventually i said the flag starts to spread out like a chinese flag and it goes all throughout all of the middle east all of africa and it keeps going it looks like andiana jones member i warned you all it'd be the the videos down below and it goes b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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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spreads and it goes throughout summer south america 而且呢 在这个萧条过程中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金融边界没有了 那在这个崩盘里 主要是美元崩盘 带动的经济崩盘 那美元崩盘之后呢 加拿大 墨西哥 澳大利亚 会形成一个新的货币阵营 中国呀 中亚呀 这些地方呢 会形成另外一个 货币阵营 而且他还说 上帝让他看到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边界没有了 这个边界 它指的是金融边界 那说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想到 什么样的货币 让你没有金融边界 只有数字货币 因为只有数字货币呢 它才是没有国界的 它是全球人民的货币 我想呢 这个预言的结尾应该是 美元不复存在 数字货币最终 takeover 每准经济崩盘之后 全世界人民做生意 都用了我们的比特币 世界呢 再次形成了全球化 我们都成为了一个地球村的村民 没有国界 没有限制 全球的经济呢 因为美元的崩盘 合酒必分 也因为我们数字货币的崛起 做到分酒必合 我们都成为了